心包积液有什么灵魂表现? 高宏心脏中心副主任医师 心包积液对我们心脏专业来说是很专业的名词 因为心包我们说它分两层 一个叫B层,一个是脏层 那么脏层就是贴在心脏表面的 这个是剥不开的 那么B层就像一个外面一个罩子一样的 它是和心脏里面来保持一定的距离 那么这里面的积液一般正常人的话 可能就五六毫升,十毫升左右 那么它是随吸收,随排泄,随吸收的 它是个动态的平衡 那么心包积液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这里面的吸收或者排放分泌 那么它出现障碍了 导致出的多吸收的少 那么就在里面聚集了 那么这个聚集实际上有的时候 从病例角度来说 那么它分的少量,中量和大量 少量的比如说我们做心脏皮超有两三毫米 这个没问题的 要超过一公公分了 那这个你拍个片子就变成球形心脏了 那这个时候病人症状会很明显 胸闷呀,出不来气呀 那这个时候赶快要到医院去治疗 治疗其实很简单 我们在里面把它穿磁 把水放出来 把积液放出来就好 专家提示 一,心包积液是心脏里吸收或排放分泌出现障碍 导致在里面聚集 二,聚集分少量,中量和大量 少量的如做心脏皮超有二到三毫米 三,超过一厘米拍片子 就变成球形心脏 病人症状有胸闷 喘不上气 需要赶快到医院去治疗 把积液放出来 拜拜